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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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這個MV的經歷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第一可以和比爾賈合作 我自己都很欣賞他的 而且覺得他之前的很多作品都很不錯 首先去了他的辦公室開會 已經覺得很漂亮 他的辦公室很有品味 已經覺得很放心 但唯一不放心就是他和我不熟 他未必會給我最好的東西 但其實很多人都說你容人不疑 你選擇了那個人之後 你就不要擔心那麼多 這次我就把自己的擔心放在一邊 很盡情地把自己想要的東西 或者希望他拍到出來的效果都和他分享 然後經過他自己的方法去拍攝出來 到最後其實真的很滿意 因為《花千樹》和《最後情人》 雖然是同一個曲色 但他可以拍到兩個很不同的感覺的MV出來 《花千樹》就比較圍美一點 漂亮一點 或者是會… 很多花、很多草 很多… 好像在拍《沙龍》以前的《少女日記》那種感覺 《林志美》那種感覺 但《最後情人》就是… 是說一個人裡面 心裡面有很多個自己 在狗潛和矛盾的感覺 要演戲 所以難度比較高 我自己覺得兩個都很好玩 還有當日台灣 其實我們一直都很擔心會不會下雨 因為《天文台》寫了可能會 自己都很害怕 因為如果下雨就不能去外景了 那就浪費了我們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台灣 最後都在一個很風和日麗 和陽光普照的一天裡 完成了我們的拍攝 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還有《花千樹》那個景 是漂亮得不得了 就像一個世外桃源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台灣之旅》 是非常值得的